好不好 前兩天 海巡署已經叫金門的漁民 所以最近最好在家裡 不要出海 他不出海會有什麼收入 收入就靠出海 而且現在是白昌跟黃瑜的 盛產季節 你不出海是怎樣 好 那麼 另外就是到道路的旅遊團 我和國民黨 民眾黨就在問 說你到底有什麼 法律不准他們這個組團 憲法人沒有遷徙的自由 就是人沒有行動的自由 我們要旅行的人沒有這個自由 你戒嚴的時候 你還可以有什麼國家安全的 你現在不是戒嚴 你到底用什麼道理 不准人民出去 不准人民組團 而且自由行都可以去 自由行為什麼組團就不能去 到底什麼道理 觀光署就說有兩個法律 一個叫做 發展觀光條例53條第一項 這些旅遊業者 有損害國家利益者 你們去就損害國家利益 損害了什麼國家利益 因為他不給我們利益 所以我們就不給他利益 觀光去是花錢 去住他的旅館 吃他的飯 他不來我們就不去 這是一個損害國家利益 其實處罰本來很輕的 這個損害者3萬以上15萬以下罰還 情節重大者15萬以上50萬以下罰還 定期停止其營業制一部或全部 或廢止其營業制造登記 這是要情節重大 通常我們罰都是先3萬 再來如果你再犯 我可能罰你這個6萬9萬 一部不往上加了 因為罰主要是罰其無法 不是真的要罰他 但是現在一來就是 等於是停止其營業制一部或全部了 一下就跳到最重的罰了 另外其實不是法律 是他的行政命令 旅行業管理規則 說旅行業不得有下列行為 第19條經營旅行業務 不遵守交通部觀光局監督之規定 那就是你的 所以我覺得這條根本 你的規定 現在你續就不遵守 這個我給你的規定 所以就是反正我就告訴你不可以去 這個民進黨委員說 中國禁止陸客來台 國內業者也苦不堪言 意思就是只有旅行業者都苦不堪言 另外這個沈柏洋說 中共以法律戰侵蝕台灣的主權 另外傅昆錡是主張的 業者乾脆申請國賠了 因為他很多也在準備 旅行團不是說開放就開放 要準備要跟大陸旅館要訂旅館 甚至航空公司要訂機票等等 很麻煩的 好不容易弄完了以後說不能去 有損失 誰來負責 而且賴斯堡是說 民進黨根本不需要什麼法源 我說你進就進了 正說要進就進了 那黃國昌也嗆交通部呢 說你這個禁令是幾月幾日生效的 你說根據法律有這個命令 命令就有個生效日期啊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命令 你發佈過這個命令嗎 你沒有發佈這個命令 突然就說不准他們去啊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請問禁團令的法律基礎 到底是什麼 看到行政院長陳建元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乾脆直接問 因為大陸禁團令黃國昌發文問交通部 只得到新聞稿回應 基於防疫的需要 那很奇怪啊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去年早就解散啊 那COVID-19也是第四級的傳染病啊 那 所以它的法源基礎到底是什麼 說疫情都走到後期了 觀光署還把四年前的規定當作法源依據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也說 小年月詢問觀光署也得到新聞稿回應 一直到15號開工後才拿到一份觀光局 2020年1月發布的網頁公告 卸著疫情防堵請旅行業暫停組團附陸旅遊 還有觀光局四年前發布 為配合防疫旅行業者 殷勤暫停組團的公函 痛批拿早已失效的通知 繼續限制業者組團附陸 我很快的去了解這個陸委會跟這個交通部 我跟他們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就在陳建仁拜會後 交通部觀光署時期要傍晚又發新聞稿 以發展觀光條例第53條第一項 還有旅行業管理規則第49條19款 作為禁團令的法律依據 所主軟到大陸的經營行為是損害國家利益 到底要用哪條法律來支撐禁團令 交通部改來改去似乎自己也說不清 來 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來 鳳馨 我不太能夠理解 一開始的時候說是基於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相信民進黨上窮必落下黃泉 然後找不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有什麼法源 可以來禁止組團到大陸去 於是就硬拗出來了一個 這一個發展觀光條例 可是發展觀光條例的 最一開始的時候前沿 就告訴你說 是為了永續台灣經營而做的 你說如果說因為組團到大陸去 所以因為到那邊去消費 然後在那邊就給了錢的話 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行為要禁止的話 你自由行也應該斷 因為全家自由行 不是到大陸去消費嗎 投資更應該斷 因為投資更是到大陸去投資 這樣子進去日本 因為我們台灣的人 在日本消費最多 更損機會 那你說情況不同 你就是認定說 大陸損害我們的利益 所以就不能夠去大陸 那你就乾脆禁止到大陸去 那你不是只有這個組團去 自由行也應該要禁 投資也應該要禁 什麼都應該要禁 不是應該如此嗎 那你怎麼會只有 對於旅行業者的組團過去 然後禁止呢 而且他前面的理由 其實前言真的不對後語 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M503航線 所以要禁止組團到大陸去 請問下次跟發展觀光條例 有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你前面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後面說發展觀光條例 我告訴你 這就是一個獨裁政府底下 才會做出來的行為 我先畫了箭 我先射了箭 然後接著我就在這邊畫靶說 這個條例適合 那個條例適合 那個條例適合 每一個條例都不適合 因為根本沒有條例 授權你做這些事情 現在的問題來了 M503航線 其實跟金門這個情況是一樣的 它原本都是屬於兩岸的默契線 就是在默契底下 我尊重你 那是兩岸互不否認 治權底下的行為 我不否認你的治理權 但你不要我公開承認這件事情 這就是九二共識的精神 我承認 其實我私底下承認你 你也私底下承認我 但我們都不要公開的說 我們就自己做就好了 所以海峽中線 也就在那個地方了 金門的那個海域 也在那個地方了 然後M503的航線 我們也就向東偏移一點點了 本來的情況是如此 但現在你要拚命的撕破那條線 他就拚命的打破你所有的默契 你說沒有九二共識對不對 好 那九二年所建立的 所有的默契通通取消 那M503就回到國際航空 你要知道M503是 國際民航組織所核准的航線 所以他在提出來了之後 是經過全世界的航空公司 協調了之後認為 這條航線有必要性 所以才劃定的那條線 那不是大陸說劃就劃的 那是國際民航組織 所劃的一條國際航線 M503這條線他也不尊重你了 海峽中線也沒有了 現在金門的海域也變成了就是 未來恐怕就變成 大陸海警的執法的區域範圍 而不是海巡署的執法區域範圍 一切都在變化 可是這個變化 就是兩岸之間敵對螺旋 不斷升高所造成的 我們還在升高敵意螺旋 無意降低敵意螺旋 其結果都是傷害自己而已 他基本上他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你承認九二共識 至少是一個中國 只是你說你是中華民國 我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好不好 彼此就互不承認 但是就算了 互不否認算 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 不承認主權 但是反正就是中國 什麼叫中國 模模糊糊的 我們說是中華民國 他是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少我們是一個國 因為之前一國 所以很多事我可以讓 現在你說不是 那就是外國了 就像外國我們就公私 那就不要扯這個東西 我為什麼要讓你 這就是我的內海 要怎樣 所以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阿永平 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真的是鬧到無解 觀光團的問題不僅可笑 尤其剛才鳳希已經解釋了 他整個法律因為找不到法 然後亂搞 讓大家現在對於台灣還沒有換新的政府 卻來了獨裁政權的恐懼以外 我覺得傅崑琦 國民黨黨團總召的建議 對旅行業者來講非常合理 旅行業者與其你們上街頭 我正式呼籲 你們拿著整個交通部觀光局之前的公文 說可以組團去大陸的這個原來的發文 然後集體聯合聘用律師團進行國賠 這個案子能不能進行國賠 是有進行國賠的法律基礎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原先政府早早的就宣布說 春節後就要開放國內的旅行社 可以組團去大陸了 連我們家都已經 對於要去大陸的哪一個地方旅遊什麼 家族都已經做了安排 只是還沒有去訂團而已 你想想看已經訂團的那些人 還有旅行團所遭到的損失 這個構不構成國家賠償呢 這當然構成國家賠償 因為是你政治政策的異動 而且你的政策異動又去牽著一個 這個M503航線不相干的事情 有點是人家跟你講黃瓜 你拿了一個蘋果來跟它相對 所以這個問題我認為第一個 可以做國賠 第二個我覺得 我真的很想奉勸蔡英文跟陳建仁這個政府 你們現在叫做看守內閣 你們有沒有一點看守內閣的自覺 你們不要認為說你接下來教的是賴清德 也是自己人 哪裡有人在看守內閣 新的總統都已經選出來 他也即將有新的團隊 結果拼命自己人挖這麼多坑給自己人 現在我們觀光業者的怒火 還有觀光客被你丟包的這些人的怒火 是要衝到你賴清德嗎 他們要上街抗議要什麼什麼的 那你這個蔡英文跟你陳建仁這個看守內閣 你們挖了這麼多坑 你們真的是這是對待自己同政黨的良心的做法嗎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的政治鬥爭 如果真的要這麼扶諸台孽 也不必這麼難看 那廷貝怎麼看 其實在這整個事件當中 我覺得說確實是有點 在整個行政程序有點過激 因為這個過激很容易產生大家的誤解 像我常常講如果行政工作沒做好 你原本有一些主要作為的一些做法 就被誤解 就是政治動作 甚至是影響到一些旅行社 他的一些目前已經安排好的行程 甚至是連一些已經像永平剛剛所說的 可能他原本就已經預估 我什麼時候要出國已經請好嫁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你當然就會有民怨 那這個都是不必要的 那你現在大家質疑你 尤其現在馬上立法院 我想這絕對是主要的一些工房議題 你這些工房你光問說 你為什麼你用哪一條法令 那你說我是用50條第一項 發展觀光條例的第53條第一項 然後還履行業管理規則的第19條 第19款來作為淨團令的法律依據 好那這些法律依據 那也要有一個時間 也就是說他因為犯了這些禁團令 那麼有多少的時間 應該去做一些緩衝 這原本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作為 你行政作為沒有 然後讓這些公布之後 大家苟急 沒有辦法去做一些緩衝的動作 然後大家緊急禁團 緊急去做一些處置 那請問這些處置誰要去做這些賠償 又沒有辦法去做相關賠償 我覺得這就是很多時候 執政黨被民怨的開始 所以也不會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好像 像是蔡英文執政 然後以後要接給賴清的 都是民進黨執政 好像是 是不是誰要挖洞給誰跳 也沒有這個問題 只是說我覺得行政程序 原本就要做得更Smooth 而且照SOP該怎麼做 做得更好 我是有沒有道理的問題 好不好 我沒有 幫但失衡 請問她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